來追蹤 那就是我跟我的學生 然後我們就來追蹤 他到底喜歡到哪裡去 那我們追蹤了四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淺色的 就是藍的、紅的、綠的 這個就是他飛行的這些地方 我們做了紀錄 然後做了紀錄呢 我們就看到說他喜歡草森蒂 他不喜歡這些有建築物的地方 也不喜歡太隱密的地方 比較喜歡開闊的環境 樹林裡面也不是非常的多 因為草森蒂、農耕蒂的昆蟲很多 大家知道他是在天空中間來抓蝴蝶、抓蚕 抓一些這個天空中間飛翔的飛蟲 所以他需要一個開闊的環境 而且食物要比較豐富的 因此我們就看到說 他喜歡像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就跟這個金門國家公園 就一起共同合作 我們做的方式第一個就是 我們選定了他很重要的這些銀潮棲地 譬如像在田服水庫、在青年農莊 那青年農莊的地是軍用的地 所以國家公園就軍用那邊講 把地撥給國家公園 所以我們就協助 然後每一年就有怪手進駐 把那些舊的草給挖掉 然後把草給挖掉 然後把這個土撥給夯實 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有些人用人工的方式 把它整理得更乾淨 那我們又同時在慈湖的三角堡 這個因為慈湖三角堡那邊有一個碉堡 那有很多的遊客到那邊去看一下 他有一些坑道嘛 所以到那邊去看 我們想說剛好在那個海邊那邊 如果有一些立湖豐富的銀潮棲地的話 因為我看棲地是很適合 所以我想說有銀潮棲地 一方面遊客來可以看這個碉堡 知道這些戰地政務 另外一方面他可以看這個天然的 這個立湖豐富的銀潮棲地 所以就跟國家公園講了 然後我們就看到說果真在2009年 挖了一個水池之後 有一些邊坡 立湖豐富就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good sign 這是一個很好的訊息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建議國家公園在這邊 我們來做一個長期穩定的一個銀潮地 很幸運的這個國家公園就聽了我們的建議 然後我們就開始進行像這樣子的這些工作 我們在整理撥面 這個細節大家就不必知道 只要知道說我們後來真的是無中生有 在三角堡那邊讓他原來從十個十支六公武活動 然後慢慢我們增加一些銀潮撥面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不敢照鏡 我們就一個一個增加 然後來看他的一些影響 就發現他的足取量逐漸地增加 到了105年有600多隻 我們今年在過去的時候其實也大約600、700隻 然後同時在附近的話就有這個金門的鳥會 然後來帶一些解說 然後同時國家公園在旁邊設了一個 即時影像的攝影 這是一個摸刺型的 你看這個都是棋盤兩 都是我們的利弓峰湖在這邊銀潮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水池 這邊有一個水池 然後旁邊有很多利弓峰湖的銀潮 所以就是說我們真的是 根據我們的研究的結果 我們知道他喜歡什麼樣的環境 喜歡什麼樣的沙質土壤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逐步地營造了 利弓峰湖一個很穩定的銀潮土壤 那這個銀潮土壤就每一年就可以 吸引利弓峰湖來 那也可以有增加觀光的收益 那另外在青年農莊 也讓軍方把那個地撥給這個 國家公園來做使用 所以在青年農莊那邊 因為有很多賞鳥人或喜歡照鳥的人 我們想說這個其實教育推廣 一定要讓大家看到動物 你才會覺得感動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這是道路 這是青年農莊的這個撥面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引導的路線 以圍莊上來布置 然後這邊有個賞鳥平台 然後我們有個繩索拉出來 希望人跟鳥能夠彼此不要干擾 而且我們在照相或觀鳥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鳥 所以我就提出像這樣子的建議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做科學研究的人 另外一件事情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就是除了科學研究得出一些基礎科學的一些知識之外 然後能夠把它應用出來 應用了然後可以真的看到它發生 看到發生以後而且有很好的成效 因為當時這個賞鳥的人或是照鳥的人 會有跟一些研究者會有衝突 或是跟當地的保育團體會衝突 他們覺得說保育團體說你們這樣子照相 你們把接近鳥這麼接近 你們事實上是干擾 但是這些照相人說 憑什麼只有你們做研究的人可以去看鳥 我們這些人就不能夠接近 所以事實上是有衝突 所以我們在做的是解決兩方的衝突 那我們怎麼樣做 我們就像剛剛講 我們有個告示牌 然後有一個這個導引的路線 然後有導引的路線 你看這邊有一些迷彩的這個棚 然後到了這邊就有個平台 這是我們整理的坡面 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個也是在這個金門是 除了三角堡之外 這邊也是很大的一個銀巢坡面 所以讓那些賞鳥、少鳥的人 他就躲在這個掩體裡面 有眼閉障 所以他也可以靠近 然後來罩這個鳥 所以等於說皆大歡喜 所以這是我們在金門 滿高興的一件事情 看到促成大家都很和諧 然後在這邊都有機會各取所需 所以我們也這個請這個學生 來設計了一個柔性宣導 說這裡是烈魂宮古重要陰朝七地 請保持安靜及適當距離 讓他們再可以生生不喜 真的是他們這麼一年 我想說你看就這麼一年 就這麼一次然後來到金門來繁殖 這個繁殖的時候應該我們要尊重 尊重生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生命教育 好 那當然我說我們還是要有一些科學的研究在背後 才能夠支撐我們在推廣的 在說的一些故事 所以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就綁這個紀錄器 有15顆是geolocator 14顆是ping point GPS 什麼叫geolocator 什麼叫ping point GPS呢 因為現在科技發達這是我要講的另外一件事情 跨領域的合作 你說假設我們用傳統的 只是用望遠鏡觀察鳥 我們所獲得的知識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現在正是要談的是跨領域的合作 所以一些科技上的先端的技術 這些電子通訊的技術進步 我們也把那些運用在我們鳥類的研究上面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geolocator 這個geolocator主要是記錄光度為主 你綁在鳥的身上 它可以因為這個光度日照的長短 因為它飛到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日照長短會不一樣 依據它的時間點日照長短不一樣 所以可以傳回一些訊息 告訴我們說它的點在哪裡 那另外這個GPS的話比較貴 它就是像我們的手機定位一樣 就是GPS的定位 這個比較貴 那這個是非常精準的定出它的經緯度 所以我們就用這兩種 一個是geolocator 一個是ping point GPS 那這個比較便宜一點也比較輕 這個比較重一點點也比較貴 這個大概要七、八千塊一顆 這個要一萬多塊 所以我們在前面那時候 就把這個放出去 大概就放了三、四十萬 放到天空中間去 欸 原老師在這兒 我們就放到這個天空中間去 因為這個geolocator跟GPS的 這個ping point GPS定位其實是要回收 所以你可以想見我心裡有多忐忑不安 這個金門國家公園給我這樣子的研究計畫 然後三十多萬我就把牠綁在鳥的身上 然後就把牠放出去 然後就開始禱告 開始禱告、禱告、禱告一年 希望第二年的時候 牠回來我們可以把牠抓下來 因為這個geolocator跟ping point 這個都要抓下來之後 在圖取裡面的數據 我們才能夠知道牠到了哪裡去 那這種是比較可以看大尺度的 因為牠的物差比較大 大概有時候都是到一、兩百公里 所以物差蠻大的 但是這個GPS的話就是物差非常小 就是精準的告訴你牠的經緯度 所以這兩種都有不一樣的用途 好 所以我們就放出去了29個 因為主要是要給牠放30個 但是有一個因為故障了 所以我們就只有放了29個 然後到了第二年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非常坦克不安 開始把這些紀錄器回收回來 但是回收的時候 我們又不希望這個鳥會放棄牠的潮 所以我們等牠完全下完蛋之後 再來細放捕捉 譬如說我們用潮口網跟物網 所以學生真的是在那邊忙翻了 就在那段時間把牠抓回來 然後我們沒有上腳環的 我們上腳環 有GPS的或是GEO Location 把它拆下來然後來讀 那但是也很不幸的就是說 牠的良率也不見得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其實放出去29 我們有觀察到12顆有回來 這個紀錄已經非常高了 因為我有去看日本 日本有時候放小驗 放100多個 牠們回收來回收不到一兩個 所以牠那個只有1-2%的這個比率回來 所以我們算是預期很好 大概禱告也有用 所以我們有22顆回來看到在金門 所以有高達41% 但是真正抓到手的只有三分之一 就是只有九隻鳥 但是這九隻鳥中間又有四顆讀不出來 所以牠的這個公司的良率其實實在太低 讓我們餓完 我已經寫信去罵這個公司 後來牠說要賠我們 賠償我們 但是賠償我們其實賠償不了 我們這些所有的工作跟我們的Data 實在很可惜啦 不過當然我說跨領域的合作 對於牠們而言把這東西放到鳥的身上 來做研究也是新的嘗試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這個回收來的這些資訊呢 這就是我們在身上綁的這個紀錄器 然後我們就來看有一個GPS的 就很清楚的知道說我們的鳥 從我們的金門這邊飛到廈門 馬上就飛到簡博寨這邊了 所以到簡博寨這邊來顧動 那簡博寨這邊 我們也看了牠的幾個定位點出來的話 大概牠的活動範圍是13.9平方公里 那現在我是把我的學生 申請一個新來向政策的計畫 把我的學生送到簡博寨去 送到緬甸去 我說我們到那邊去看看 牠的七地使用類型跟金門有沒有不一樣 以及在那邊有群聚性升值 跟台灣有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們在台灣說實在 我們在金門上的這個利侯公虎 上了幾乎快到千隻的利侯公虎 但是沒有什麼回報的訊息 重點是沒有回報訊息 我們上腳環 牠那不是主動回報 只是放了腳環 你要看到那個鳥 你才知道有腳環 要抓到手上 才知道牠腳環的號碼 才知道誰是誰 但是因為沒有人做 就是因為在東南亞地方 其實我們的鳥 我們知道在somewhere there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有資訊 是那邊沒有人在做研究 所以我就派我的研究生 我們就親自下去 然後我們最近要去跟那邊的鳥會 或是一些鳥友 或是研究單位開始做一些聯繫 所以我說我要講的第二個 message 剛剛講說跨領域的合作 還有再來要講的第二個 message 就是說其實跨國沒有跨國的合作 其實不可能成就一些完整的圖像 因為鳥類遷徙無國界 好 那再來這個geolocator 我就看牠南遷的一個路徑 因為geolocator 我剛剛講說牠的範圍比較大 所以可以看大幾度的遷徙 所以我們看到說有這個兩隻 就是往內陸飛 然後有一隻就是很快的 就跑到越南的這個胡志明市 就跑到這個地方來了 那另外一隻飛得比較遠一點 牠就繞了一圈 然後跑到印尼的這個陀螺州的 南加里曼丹省 就是這樣子兩隻往內陸 其他我們就看到三隻就開始往海飛 所以會經過東沙 所以中沙事實上辦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現在岩老師在這邊 待會可以讓大家分享一下 東沙其實非常的棒 牠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研究站 不僅是一些氣候魚類的資源 海洋的一些生物 還有我們的鳥類 其實在東沙那邊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讓牠休息的一個停氣點 所以我們就看到東沙這邊牠會下來 然後繼續切 有切到柬埔寨的 有切到這個 還有切到這個泰國 有一隻切過來這邊到泰國 然後再往下走 也是到了這個印尼這個地方 所以看到說牠是繽紛兩路 有往內陸的然後往下切 然後有往這個海陸的經過東沙 然後切到也是中南半島這裡 所以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台灣現在的政府要新南向 新南向政策 其實我們的鳥大概在幾百年幾千年 就已經早就新南向了 我們來來回回 事實上跟東南亞這些國家的關係 都非常的密切 待會看到葉歐你更會明白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GEO LOCAL 因為還可以看北反 所以北反路線大致類似了 就是一隻就 呦就整個就回來了 沿著陸陸這隻就回來了 那另外的 剛剛在柬埔寨這隻直飛的 牠後來也循著這個海陸這邊 回到這個金門這邊 所以我說東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同時跟這個高雄鳥會 還有從Cornel有一個eBird 全國全球性的一個資訊網中間 我們就看到杜東現在確定 我們金門的烈虎峰湖 在泰國、柬埔寨 在印尼的普羅州 還有印尼的南蘇門達蠟 這個地方是我們杜東的地方 那我們從鳥會的資料 也看到東沙的東南方 常常那邊在遷徙的時候 有很多的鳥過近 我們的令猴峰湖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一組eBird Cornel的eBird 就發現在香港、廣東、海南島、 中南半島跟呂宋島 這邊事實上都有我們令猴峰湖 經過的一個痕跡 所以就想見其實鳥類遷徙 真的是無國界 然後我們跟東南亞的這些國家 事實上早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關聯了 好 這個就是剛剛只是 終結一下我剛剛所說的 南千的路徑跟北反的路徑 那也就是說鳥類在寶玉的時候 其實這些路徑中間所經過的地方 都是我們必須要關注的 好 所以剛剛講完了我們的獵猴烽火 因為我要留一些時間講這個神話之鳥 那這個因為神話之鳥 也是另外一個亮點 所以獵猴烽火的故事 大概到這邊結束 但是仍然有一些延續性 因為我們的學生要開始到緬甸、柬埔寨 跟那邊做一些合作 好 我們來看這個轉換一下腦袋 回到海邊 我們來看海鳥